这几天上海非常的热 已经连续的两三天 最高温度到了40度以上了 那基本上这么高的温度 让大家都是有点措手不及 因为来得太早了 当然目前来讲 我们最着急的还不是高温呢 还是防疫 那好多的小区也都 正在做三天两检 两天一检 我们晚上还要检 所以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面 做核酸检测 真的很心疼那些穿防护服的人们 要向他们致敬 那目前来讲呢 虽然有一些雨水 有雷震雨 但是呢 我们也同时看到高温的橙色预警 雷电的黄色预警 以及大风的蓝色预警 所以在我国连续三天以上的高温天气 称为高温热浪 所以这是一浪高过一浪 而这个高热浪当中呢 下来的雨水 大家都称为下开水 当然16到17号以后 东北冷窝向南移动 能将富高暂时的逼退 温度将会下滑到35摄氏度以下 但是你也不要期望太高 反正就是这么的热 我今天就 room idea 你就是 把